今天的fashion sharing单元呢 我要和张成华 Azina来分享的话题呢 是在2015年的秋冬当中呢 有很多的单品 它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就像是睡衣的pajama系列 或是有很多的服装 包括了像真的皮草 或是人造皮草 有很多彩色的皮草 让你看起来 可以更烘托你优雅 但是有比较帅气的一个气质 对 因为其实今年 像有出很多这种乍看之下 好像很难驾驭的单品 但是其实有一些方法 怎么样搭配 其实可以在今年 穿出这样子的style 这样子的趋势 但是又不会显得 好像消费者觉得很难驾驭 所以我们就是来分享 有时候觉得好像 不是很容易搭配对不对 但是经过了巧思 然后可以配合 聊一聊怎么 怎么穿着自己的个性的话 其实 even pajama 跟这些比较 luxury 的皮草 也不是不能搭配 像其实从前几季开始 就已经有很多品牌 在做这个所谓 pajama 像睡衣这样子的style 其实我们带一些 fashion的这个 street snap 就是街拍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部落客 编辑有在穿这样子 整套的睡衣的行头 但是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讲 不是真正的睡衣 对就是品牌出的类似睡衣的款式 但是其实不一定要像这些编辑一样 做这么极端的整套搭配 其实如果你说一般你想要搭上一点 这个睡衣的风潮 又不想要看起来太夸张的话 其实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 像有点丝直的这种睡衣这样子的款式的上衣 然后下面可能搭一个稍微比较极简 或者通裙或者是一个俐落的裤子 其实就可以表现出另外一种 可以上街的这种帅气 或者是比较正式优雅的感觉 那像其实除了这种睡衣衬衫跟裤子之外 其实今年有一些细肩带这种睡衣内衣这样子的 已经变成是它可以变比较晚装的一个选择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 今年出了很多这种彩色皮草 这种比较活泼夸张的皮草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party的选择 跟这样子有一点细肩带睡衣这样子来搭配 其实就会是另外一种这种很华丽的性感 又搭配到这样子今年这个睡衣的风潮 我自己是觉得今年非常流行刘苏 看到很多不管是比较帅气的女孩 或是你想要走比较甜美的路线 她都可以用刘苏去做很多的混搭组合 比如说刘苏在鞋子包包裙子裙子 甚至是背心的嬉皮的波西米亚风格上 都应该说是一个亮点 像我看到温庆祝的服装秀上呢 也有许许多多不同长短版的流苏 会让每一个女孩增添了一种 好像那种吉普赛的风格 对所以像一般的女生 如果怕穿全身流苏的衣服或裙子太夸张的话 其实也可以选择是带有流苏的包包啊等等 也是可以搭配到 对也是可以搭配到今年这个流苏的风潮 然后像其实今年有出了很多像这种高领Turtle neck 不管是今年这个维多利亚的风格 或者是其实之前已经延续很几季 这种比较极简或未来的风格 在这些许多风格里面都可以看到有这种高领上衣的单品 其实也是复古的一种style 因为其实以前很多人很喜欢穿高领Turtle neck的毛衣 对没错 可是像可能现在大家联想到高领毛衣 可能会觉得老气啊或者是太过于日常保暖穿搭的一个单品 不太会有时尚感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高领毛衣显得更有时尚感呢 其实在这几季的秀场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品牌 他们用了这个非常大的这种垂坠的耳环 来搭配这个Turtle neck的毛衣 其实就是非常点亮你这个颈部的这个区块 然后也让时尚感加分 我觉得高领毛衣真的不是每个人能够驾驭的 像我个人的话真的就很害怕 我觉得其实要看你的薄形、领形 还有你的脸的长度 真的其实穿高领毛衣 其实是非常有味道的 有一个学问 对 所以其实当然不只是像这个长耳环这种 如果在衣服上面的搭配 比如说你也可以选择一个跟你的高领毛衣 是有对比色的这个深V领的这个外照的衣服啊 可能也是可以拉长领部的颈部的这个线条 另外像可能最近也有一些品牌开始在搭配一些 比较轻薄的比较华丽感的一些罩衫或小洋装 在这个高领毛衣外面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复古的穿法 而且现在有很多长的短的混搭 对不对 就会让你看起来好像是模特儿走上伸展台一般 OK 今天非常谢谢尔西娜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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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